- 大家可以聽到我的聲音吧? - 好,謝謝,謝謝大家 謝謝Fu邀請我到Postco 然後講我們自己研發的一套 科奧Network管理的一個独選 然後我很欣欣今天給大家 給大家講述一下開發的日常 然後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吧 我以前是在OMF做SKT開發 然後最近辦到SKT 然後做5G 在5G的虛擬化環境下的一個 網絡管理的一個開發項目的負責 我主要負責管理這個項目 然後有時候我也就是參與這個開發 然後做一些代碼 就寫一些代碼 然後可以到OpenShores 然後我今天想給大家 講一下我們的SK 就是SK電信在韓國 是比較大的一個復興公司 然後我們有要做 4G和5G的一個Service 然後最近我們好像是 今年在5G的Service 然後不是一個商品的Service 然後不是你有一套Galaxy 5G這個網絡可以連接到我們的5G網路上 然後就開始使用我們的5GService 然後我們目前主要做的這個 東西就是在Polge 和5G這個環境下 我們必須做一套這個網絡虛擬化的一個業務 然後這個網絡虛擬化 涉及到很多就是Cloud 還有什麼ProMatic 像這些語音原生的一些開發 然後在這個開發裡面 裡面有一個 有一套就是開發的一個CAP 就是 開發一套就是 DNI 就是 就是說Cloud CNN開發的一個業務 然後我們主要負責就是 開發這一套系統 然後我今天想給大家講 講一下我們SK電信在座的 就是我們在座的這個項目的一個 Agenda 其實我想先介紹一下這個項目的一個 開發的一個背景 然後Protification 然後我想講一下這個Sona Sona Sona 就是我們 In-house-built的一個 Cloud Net Management Solution 然後 提出這個Sona 只是為了 管理這個OpenStack Network 所開發的 但是最近我們發現 OpenStack 已經是out of this 然後 以後的這個BiOS環境 全部都是 不是全部 基本上都是 可能會用武器 這個 的一個Network 來 就是 運營吧 然後 為了滿足這個需求 我們目前 就是 開發這個Sona CNI 就是 更多於 Renetis的一個 platform 然後我想講一下這個 我們Sona CNI的這個 architecture 然後 communication model 我們 所支持的這個 communication model 然後現在的這個開發的建築 然後我想給大家 秀一下這個 demo 我們有一套 這個3Db 現在這個也是 在開發的一個過程當中 所以 不是一個 finalized version 然後請大家可以 就是 就看一下 就是整 整個的這個 什麼叫做呢 請開發 然後 做一個 conclusion 然後 我們為什麼要 開發這個Sona 這個就是 Essi 他們所 propose的一個 ETSI NF3的 reference architecture 然後這張圖 我估計大家都 比較出現 然後在這張圖裡邊 有一個就是 Layer就是 我們只管叫做 Virtualized Infrastructure Manager 我們只管叫做 Bean 對吧 這個Bean 我做的這個東西就是 虛擬化你的 就是 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 也很好 也都很 很多種 第一就是computing 第二就是storage 第三就是network 然後 我們這個主要負責 做的這個東西就是 用你這個虛擬化 網絡的 這個 這個部件 然後 為了就是 實現這個 比如現在有很多 開運的項目 第一就是我們 被非常 就是 第一個就是 OpenState 第二就是 我們現在目前 所研發的 covernality 然後 OpenState 已經在 這個SKT的 科技網路 已經都 好了 然後我們好像 使用的OpenState 用了我們網路 差不多是 3到4年左右 然後我們 目前正在 除建 的 就是 往 covernality 這樣就是 賣進它 然後我們現在 首先 一個問題就是 interoperability 然後 multi-vendor 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 選擇的這個 方案是 multivendor 這個方案 我們不僅僅 是從 就是 幾家的廠商 就買他們的 solution 然後運營 我們一般是 從3到4家的 這個 從3到4家的 這個solution 然後 他們 vendor之間的這些 特別是 網路管理方面 這些插線的 interoperability 很好 因為 有一些廠商 可能會用 Neo Switch 來 虛擬化他們的網路 但是有一些廠商 可能會用OVS 然後這樣的話 就讓我們整合這些 方案的方案 比較難 因為他們的方案 一般都是 collide box 的形態 放到我們的 這個data center 所以 很難跟他們 去溝通 然後 就讓他們去外送的 這些方案 也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就面臨 一個 更多的問題 還有 第三個問題 就是 我們現在不是逐漸 從OpenSCAP 賣向了 但是 OpenSCAP Internet 網路管理 這個方案 的 Internet 不是很好 比如說 OpenState OpenState 我們一般都用 Nutron 來管理 但是 Internet 我們一般都用 Calic 或其他一些方案 來管理 但是 這些方案 之間的 Internet 不是很好 所以 就使得 我們很難 用一個 管理平面 來管理所有的這些網路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們這些手面裡的一個問題 所以 我們做這個 Sona 主要 主要 Target 就是 我們既要管理 OpenState 所 spawn的一些 VN 也要管理 Renegist 他所spawn的 這個 PAT 就是在一個控制平面 管理所有的這些 VN 和 這就是我們最最重要的 然後 我 簡單描述一下 這個Sona項目 我估計很多人 對這個Sona 就很了解 然後 讓我做一些 Brief來規定吧 Sona 就是 Simplified of Wordet Network 簡稱 Sona 起初的主要開發目標 就是 管理OpenState 所 的 VN Network 就是我們 起初 做這個Sona 這個項目的目標 然後 這個Sona 是基於 ONOS的一個 Virtual Network 它 目前支持 所有的 這個 Virtualization 比如 VXN VN 還有 就是 OpenState 支持什麼樣的 第二個 就是 我們支持 所有的 DPA DPA 就是 Data Plane Acceleration 的簡稱 就是說 在Taple 我們在Taple 做一個 網絡管理 這個方案的話 必須得考慮 這個 性能問題 我們不像 一般的 就是Cloud Service Provider Taple 一般 特別注重 這個網絡的性能 所以所有的 VN 必須 應該可以達到 WineRate 這個Vision 才可以 就是放到 我們 這個 這個 Sona 目前支持 所有的 DPA 比如 OBS BTP SROV PCI 或者 OBS Embed 的 支持 都 都有 支持 所以 你可以 使用 Sona 來 運用 Taple Sona 第三個 就是 Scalable Gateway 還有 Agent 一般 你安裝 OpenState 必須得安裝 很多 Agent 比如說 DACP Agent MetaData Agent OBS Agent 所以 WineRate Agent 就比較難 因為 Agent 一般 都 在每一個 Computer 都必須安裝 所以 WineRate Agent 就比較困難 但 WineRate 一般 Cloud 一般 做得比較好 但是 如果你在大規模 WineRate 這些Agent 就比較困難 所以 WineRate 主要上的就是 我們不需要 這些Agent 我們把這些Agent 都全部放到 Sona 在一個控制平面上 管你所有的 OpenState 這些 這個就是 我們的 Motivation 然後 我們現在是 完全 Competerable OpenState 就是從 Itaka到 Screen 都有支持 所以 如果你現在使用 我們最新的 OpenState 也可以 把 OpenState 和Sona 可以連動 可以使用 OK 然後 首先 我想講一下 這個情況 其實說 已經 釋放在 我們的production 然後 我們是 從下個月開始 做 Sona 它的 production 然後 下個目標 就是 開發 用線上文化 Tubernetics 網路管理 方案 然後 把Tubernetics 網路管理方案 和我們目前的Sona 來追整 這就是我們的 目標 而 Sona CNI 的 Motivation 目前 大部分 在科技環境下 大部分的VNM 就是 Tubernetics 全部都是 以VNM形式 來運轉 但是 以後 在Fiberg 這個環境上 這樣的VNM 可能會 很大的一個機率上 可能會 轉移到CNNF 然後這個CNNF 一般都是 用武器來 管理這個 Tubernetics 然後 這樣的話 我們必須得 再做一個 就是 管理武器網路的 解決方法 然後 為了擁有這個需求 我們 現在 目前開發 這個 基於 這個 CNNF 這個CNNF 這個CNNF 就叫做SonaCNNF SonaCNNF 也是基於 Onus來開發的 一個 Application 然後 我們發現 目前的 CNNF 面臨 一些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 不是所有 但是大部分的CNNF 就是 它們依賴於 這個IPTable 或者是IPVS 像這樣的 然後 如果你使用這個 IPTable 來管理 這個 Tubernetics 的話 你會發現一些問題 最大的問題 就是 這個很難做 這個troubleship 因為這個 這個IPTable 管理這個路 路的量比較廣大 然後如果你自己會 在這個IPTable 中間寫自己的路的話 你的這個路可能 很大一個 機率上可能會 跟這個 Tubernetics所加的 這個路有一些 衝突 要不然你很難 就是troubleshoot這個問題 第二就是 FlowLam的 visibility 如果你使用過 OpenFlow 或者是基於 SDM的 Solution的話 它本身就是一個 基於Flow的一個 管理的方案 所以 我們很容易就看到 這個FlowLam的一些 Stats 就是 Stats 但是你使用IPTable 很難就是把這些 Stats 用IPTable 我想覺得 所以 有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 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你自己的 這個configuration 可能會 跟Gubernetes的 這個configuration 可能會發生一些衝突 這樣的話 就很難就是做一些 第四個就是 如果你運營很大 規模的一個 就是什麼 Data Center的話 它就是在IPTable上 所加的這個 複合量就會 就會比較大 但是 如果你在 在這個計算 如果想添加另外一個 這個Service 的話 它添加這個Service 所 所供應的這個 room的 時間會比較長 然後 這個 對我們有 Benchmark的這個結果 你可以在網上 可以找一下這個 IPTable的 Scalability 然後就是 Performance 因為 因為 一般 如果你使用 Default 比如1500 這樣的話 在 一般情況下 就是在 這個Default的情況下 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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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文器網絡的這個 怎麼說呢 性能是很好 因為 在 10G 軟好的話 你在這個基礎上 如果運軟 或者是 以前的CNI的話 因為它本身就是 就是 跑在IPTable上 所以它這個 在性能上 會有很大的一個折口 所以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面向這個開口 所以我們不能 就是在 要做一些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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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協 所以 我們必須 要做一個 高性能的 一個CNI 然後 目前 就是 以前 有的這個 open source 基於open source CNI是很多 比如說 Kalikofana BitNex 它全部都是 open source 的CNI 但是 我們 發現這樣的 就是 以前的CNI 我們發現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想 開發 我們自己的 然後我們把這個 叫做 Sona Sona 就是一個 Sona的一個 extension 然後它這個架構 跟Sona 很類似 然後 起初 Sona是 只支持open source 的網路 但是 Sona CNI 現在就開始支持 Renesis的網路 然後我們的這個 Sona CNI 是 百分之百 可能就是open source 然後 它是 完全是一個 pure的 SDA 我們 在 Data 我們 使用 open v-switch 來 管理 整個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網路 然後我們目標是 支持所有的 所有的 所有的 比如說 從 到 這個 或者是 GP Service IP 的 或者是 Node Port 的 還有 還有 像 這些 全部 全部在 Sona CNI 依靠 CNI 我們想實現 然後 我們Sona CNI 其實不需要 這個 Kubernetes 本身的一些 change 我們 跟這個 CNI 完全 混合 所以 我們目前 支持 三個 這個 第一個 就是 VM3 這個 VM3 已經在 OpenStack 大規模 已經在使用了 還有 GRE 還有 Zenip 好像 VM VM N6T 像 Solution 都常常用 Zenip 但我們 通常也是支持 因為 OVS 它本身就支持 這三套 所以 作為 Truple 我們應該 應該也是支持 三套 Truple 還有 我們 最大的根目標 就是我們要 實現 Line Rate Performance 然後 我以前 Line Rate Performance 現在有幾種方法 第一個 就是比較 常用的方法 就是使用 DDDK 來實現 Line Rate Performance 然後 我們已經在 天際環境下 已經實現 Line Rate 所以 把這個 在無序網路 我估計 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 這個 難度 還有 第二個 比較好的 方案 可能是 只用 SmartNet 但是 我發現 SmartNet 廠商 他們所 現在生產 SmartNet的 性能 還有穩定性 還有其他的 功能 目前為止 到 它還是很難 很難 完全 實現 Temple 的 所以我們現在 在測試當中 但是 我們 可能會在明年 或者是後年 就是 可能會使用 SmartNet 或者 這些 但現在還是處於 這個 測試 的階段 最後一個 Feature Traffic Visibility 我 是 如果你想 count Packet 的個數 或者是 flow statistic 一般 一般的情況 我們必須 再加一套 Network Monitor 這些方案 但是 這個解決方案 一般都比較昂貴 一般 怎麼說呢 如果 你想做 Traffic Visibility 必須有一套 Packet Capture 的一個 功能 還有 你必須 有一個 Analyzer 還有 其他的 分析的一些 錯誤才會實現 整個 Feature 但是 實現整個 Feature 所需要的 是比較好的 所以 我們打算支持 比較 reliminary 的一些 Traffic Visibility 比如說 秀一些 VN 或者是 container Telemetry 還有 支持一些 VTAP 比如說 Clone VN toVN DPI 讓 DPI Server 來 分析 Traffic 這個 都是比較 需要的一些 然後 我想 講一下 CNI CNI 其實就是 container Networking interface 它是 Container Network 以前 COROR OS 但是 現在 CNCM project 是一個 指向 然後 它是 container Runtime 和Network interface 之間的 很simple的 interface 它就是 自動這樣的一個 spec 它現在 主要 Handle的 Beach 第一個就是 IP IP Adress Management 它負責 assign 或是release IP NAC 但是 它這個 Runtime 它這個 CNCM有一個 就是 寡理一下 第二就是 L2 網路的一些 management 它負責了 assign 或是release 這個 NAC 或者是 添加 這個 訊錄的 port 或者是 贊助這個 screen L3 第一就是 增加這個 特定 container 到container的 routing 就是L3 然後 如果說 你的CNI 然後 你自己 編長的CNNR 一般都是需要 實現這個 三文 至少 需要實現這個 三文才可以說 除了上 這個 跟 CNNC 而目前 這個CNI 就是所使用的 CNNR 有很多種 比如說 什麼 Openshift 還有 Cloud Foundry ECS 這些 Cloud Solution 都 使用這個CNI 來管理他們的 container network 而目前 QS 在CNI 上沒有 很好 所以以後 這個CNI版本 隨著這個CNI版本 這個 可能會支持 QS 這樣的話 我們 也可能會開始 注視這個 QNN QS 這些 CNI 在 DNA和 QNX的這些 Integration 在 在 這裡叫 結束了 然後 比如說 你用 QCTL 來 Pub 這個Pub 請求會轉到 API Server 然後 Schedule 到Scheduler 開始找 特定的 Kubelet 讓它 生成一個 PID 一旦 收到 這個 request Kubelet 就開始 Create PID 它 就調用 CNI的Driver 調用特定的 CNI 讓 CNI 給 已生成的 PID 做一個 網路的 CNI 一般 起初 會 生成Port 會自動 生成一個 Random MAC 會生成一個 IP IP 一般 是 它自己的 IP 上 獲取 或者是 如果 你有一套 Control Plate 也會 獲取一個 unique IP 然後 它會 給 POD 做一個 這個就是 所有的 一些流程 就是 CNI 預渡的流程 如果你使用 IvTable 它可能會 往 IvTable 也可以加一些 路 讓 POD 和其他一些 POD 做一些 Test 如果 你有自己的 你想做一個 Series IP Rode Balance 一般 Kubernetes有自己的 Rode Balance 它會使用 Cube Proxy 來做 Series IP 到POD IP 的 Transition 但是 在收藏上 一般都不使用 Cube Proxy 其他就是 IvTable 這是 在 Kubernetes Kubernetes 是 現在 所支持的 POD 一般 實現 POD 有三種 第一是 使用L2 第二是使用L3 第三是使用 Overlay 一般大家所 看到的 以前有的 基本上都是 L3 或者是 Overlay 比如說 Target IP 就是 Operlay BGP 是 L3 還有其他 比如說 Fly Vib Soda DNA 是 Operlay Service communication 一般 如果你想 Client 連接到特定的 POD 一般都不使用 POD IP 或者是 叫做Cluster IP 來做一些 Rose Valiting 這樣的話 即使 有一些 POD 會 怎麼說呢 無意味著的話 它 通過這個 Rose IP 也可以 跟其他的 POD 做一個 Connectivity 所以這樣就可以實現 High Availability 的一些功能 一般 為了實現 這樣的功能 Kubernetes 這個 Community 一般都使用 QProxy 用這樣的Module 來 實現 Roseal IP的功能 一般是 往IPtable 或者IPVS 下一些路 讓IPtable 來做 Service IP 到Hard IP 的Transformation Table Communication 如果你想 就是 從 Cluster以外的 一個Client 想 連接到特定的 POD 這樣的話 一般都需要 把你的Service Service Expose到 Expose到 External 上 然後 在這個 機器上 一般都會使用 Node IP 或是Node Port 來Expose 以前的Service 一般使用的 POD range 就是從 30,000到 32,767 這樣的 Range 它會 random select 一個POD 然後 assize 這個Node Port 到特定的Service 這樣的話 你從外面到 想 連接到特定的POD 就可以使用這個IP 你的HOST IP 然後再一下 Node Port 就可以連接到 最後一個 Network Model 是Network Policy 一般 你使用 POD range 它的 Security 機制 是比較漏的 因為 所有的POD POD 通信 都是 Loud 在這樣的狀態 但是 如果你使用過 OpenStand Security rule 它 可以 VM Connectivity 上 做一些 blocking rule 比如說 這是 這是最基本的 ACL 但是 我們Netflix 為了 持現實的機制 它 一般會使用 Network Policy 來 做 Part到Part 的Isolation 或者是 Namespace 和Namespace 之間的Isolation 這樣都可以使用 但是 現有的CMI 中 支持 Network Policy 現在還不是很多 比如說 Carlico Win CMI 或者 像這樣 他們是支持 Network Policy 但是其他的一些 方案 是不支持這樣的 就是功能 但是在Table 網上這樣的功能 是很必要的 所以 我們也是支持 Network Policy 然後 我再講一下 SonaCMI 整個的 就是 SonaCMI 整個的架破 Sona是基於 SCA的一個 SonaCMI 我們使用 OBS 來 連接所有的 Part 然後 Part 的通信 是基於 Overlay 就是基於 Tunnel的 然後 它 目前是 VSM GRE 然後 為了實現這個 機制 我們一般 會 使用 2到 2到 3個 這個 至少 為了 為了 這個SonaCMI 必須得有兩個 physical port 才可以支持 第一個 port 是 為了 Tunnel 這個 Pud 的這個 traffic 這個是 East2 在這個 表上 以East2 來顯示 然後 為了 怎麼說呢 跟 Internet 就是 實現 我們 再加了一套 我們把 我們把 這個 叫做 KBREX 然後 如果 特意的話 想跟Internet 特定的 武器來 多一些連結的話 必須得通過 KBR Integration Bridge 和 KBREX 這兩個Bridge 還可以 通往 這個Internet 為了 實現 Pure the creation 我們使用 OPSDB 來 做 用於網絡的一些 Provision 我們為了實現 這個 我們使用 OpenFlow Protocol OPS 天氣 加 OpenFlow 我為了 把這個 Sona Integrary 到 KBREX 我們 也是 內部 使用 CRPC 跟 KBREX Master API Server 這些通勤 通過這個機制 來獲取 HUD 比如說 HUD 或者是 Network 或者是 Service 像這些 resource的一些 Metadata 通過這樣的 資料 我們可以 自動創建 我們 所需要的一些 Flow 把這個 Route 添加到 OpenV 這就是 HUD CNI WT 內部 我們有兩個 interface 第一是 Kubernetes Nix Watcher API 它這個API 直接跟 Nix Smart Server 來直接溝通 第二個API 是 Sona REST API 我們 是通過 Expo這個API 讓第三方的 一些 Network Wing Training System 可以直接從 我們這個Sona 來獲取 Network的一些 metrics 比如說 特定Flow 的一些 Statistics 這些 information 都直接 用我們的 REST API 可以過去的 我們也支持 Covcat DV Covcat 的一些 內部上 我們有許多 Handler 還有一些 Service 內部管理 具體 具體的 我不想在 上大會上 具體的 敘述 Southbound 我們有多多 OBSDB 用這兩套 Protocol 來管理 OBS 然後 特定的 就是 Compination Node 會有我們 Zona CNI的 Script 然後 Cube也會 調用這個 Zona CNI來創建 什麼 Vport 還有其他一些 最基本的 Network Zona CNI 它主要負責 雙層 Virtual Interface 然後把這個 Virtual Interface 另一端 添加到 Vernetis Integration Grid 上 嗯 然後 你也可以通過 Zona CNI Script 你可以 Configure MTU Sites 還有IP IAP 機器 這就是 Zona CNI 和 Communetis Integration 的一個 情況 然後 就是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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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類似 但是 跟它不同的一點 就是我們在這裡 使用了OBS 所以 通過這個OBS 我們直接可以 把入路放到 有一個 比如說 有一個 Quad Creation 我們直接 就通過 Sona CNI的script 來生成 Virtual Interface 然後 把這個Virtual Interface 添加到 Sona的一個 Integration 然後 再次同時 它會 直接創建一個 所有服務 放到這個OBS上 然後這樣的話 新生存的PAD 和以前的PAD 就可以創建 目前 我們支持所有的 Quad Next 的Nope model 比如 從Node到PAD 這個 Communication 我們現在已經 我們現在已經出現了 所以 你在你的 HOST上 直接可以通過 這個PAD的ID 你可以直接 做一個PIN PIN test 這樣可以 做一些 Communication 比如說 你的這個 PAD 在另一個 HOST上 你也可以通過Sona 來做一個 做一個 Community test 第三個 Model 是 PAD和 PAD之間的一些 通行 比如說 你在一個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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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你可以在HOST A直接可以使用 HOST B HOST B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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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INTEGRESS 過濾 可以通过这个breach,做一些tunnel,通过这个tunnel你可以往remote path上去 这样的现有的OBS的一些方法都有一个视线 第三个model是Service IP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在第一个hose,第二个hose,第二个part 被一个Service IP所搬移的话,你可以直接靠这个Service IP 通过这个Service IP,可以连接到特定的part 我们内部使用openflow的root table 来做load balance,来实现load balance的一些功能 然后我们的这个实现当然是全部都是state list 所以不需要是用contract的model,即可以实现这样的 其实这个part在不同的hose,你也会使用Service IP 来bind这个特定的part,来做load balancing 第三个是loadport loadport就是在couponetis cluster以外的一个节点上 如果你想通过tunnel switch 跟特定的couponetis minion nodes上的 他想做约通信的话 他送到现在内部有一个机制就是 把这个特定的script loadport 连映到特定的Service IP和Service port上 所以在这个机制上,你也可以通过cna 来实现load board 如果你有自己的一套load balancer 你也可以通过load balancer 来跟cna 做一些整合 然后我们 最后 主要就是 两个 整出的一个方案就是 我们必须得offload OBS 因为如果你只 只使用OBS 来 运营你的网络的话 它这个性能不是很好 所以valance在2017年 目前上面发表了一个 连讲 他们说 他们有一套 有一个方案 就是通过他们的方案 你可以把这个 OBS 直接 offload 到 这个 offload 到 他们的一个 他们自己的script上 这个就是 有一套方案 然后这样就是 直接可以使用dbt 他们的这个dbt library 做一个offload 这样的话 你可以直接跳过这个conel 直接可以跟这个dbt k的library 和d 里面的这个vn 做一个 conmutation 这样的话 也可以实现一些 offload 一些加速的一些 功能 目前我们讨论 这两种 conmutation 然后 即使 就是在普天的环境 我们也可以 做类似的一些 turning 所以 我们目前在测试 这个 smart 一些 跟这个script 做一些整个 整个设施 然后 我想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即使在开发 这个conmutation 的这个网络管理方式 但是 目前 很多这个 整个设施 全部都是基于openscape 所以 我们必须 在这个conmutation se openscape 这个两个 platform 做一些整容 不然的话 就很难把这个conmutation 放到我们的data sensor里面 所以 我们呢 可以设想这三种 这个model 第一是 conmutation 是跑在 跑在openscape openscape 第二个就是 用pubenscape deploy openscape 第三个就是 就是这两个 这个pip 就是工程 但是 即使 你使用特定的一个 这个model 用sona 现在 你可以使用共同的 一个飞打 或者补充 来管理所有的 这个训练网络 在这方面 就是我们 就是目标 就是 就是 全部这三个model 然后 这个是 我们的 基于openscape overline 演说的3D 我 基于时间关系 我就是 简单的讲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 3D 3D 有的一个 就是 然后 这个是 我们 你过去sona 一个环境的 一个 然后 这个 最上面就是 搜到的一个 Gateway 中间就是 搜到的一个 OpenVswitch 下面 全部都是VM 我们可以看 这个 像这样的VM 就是有 就是有问题的一个 我们直接可以用 这个 Statistic Step 来 辨别特定VM 有没有问题 像这样的部分 已经都是实现好的 然后 然后 这是基于 Cumbernetics的 一个圈运网络的 一些 三级 然后你可以 也可以看这个 中间 这个全部都是OVS 然后 你可以点击特定OVS 来看这个 可以查看这个OVS 这个状况 就是OVS的Port 或者是OVS 使用的版本 或者其他这些信息 然后最底层 有一个 这个 就是 就是 它也分 分几种 这个Container 就是你点击特定OVS 然后 你可以看到这上面 有一个特定的Container 然后 这OVS的一些 Information都可以 都可以 你可以看这个Animation 如果可以通过这个Animation 可以 可以清楚看到 它这个Traffic 的Flow的一些情况 然后 然后这个3DU 现在还 不予 开发起来 然后我们打算 是在几年之内 完成这个开发 然后做这个 这种东西 目前 我们的这个整个 ZoVS的开发 清楚是 讲一下 然后 可以看一下 所有的这个 可能已经都实现了 就是 从Port 到Port 到Service 公共的Port 或者是从S上到Port 或者是Network Policy 像这些 最基本的Communics 的Network 已经全部实现了 然后 IPM 像这些功能性 实现了 我们现在 致力于做Port 到Port Traffic 和Miloring 还有 制止 Mirror 还有 Hard 这些功能 我们现在 在研发 这段 然后 package 和Documentation 已经做好了 所以如果你想 安装 这个送导线 然后想测一下 这个送导线 你也可以 通过我们的Documentation 可以测试一下 如果你觉得 通过Documentation 安装 比较困难 你也可以使用 安装所有的送导线 然后 我们现在 再做CISD 这些成果 然后 这就是一个整个送上CNI 和其他CNI 或者是VMware NXT的一些比较 然后 你可以看到 NXT的功能 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庞大 它 它 它 可以说是支持SWRM的行为 但是它不是太远 这个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的这个Solution 就Target 这个NXT 但是 我们的这个Solution 是太远 所以 大家可以就是借钱回Code 然后 基于这个我们的Code 来做 你们这个Solution 开发都是可以的 然后 然后 然后我注意一下总结吧 啊 我们这个Solution 现在是Pure STM 就是完全就是STM 就是 正确的一个STM 然后我们是 啊 在这段时间使用OBS 而我们 这个Solution 完全 VLight IPTable 或者是IPOBS 或者是QPOP 这样的就是 啊 我们 完全就是 使用OBS 来管理所有的这些 啊 啊 嗯 就像这样的 非常 そう 那么 嗯 我们的这个方式 所以 你可以到公文Skript或公文Skript 可以下载我们的Skript 可以自己compile 可以自己 这是我们开源整体的一个link 我们可以保证这个link 然后可以到这个link上下载 这个tutorial 或者是可以 调载AnsibleSkript 可以自己搭一下这个环境 大概我们现在说是有三个 第一是送到CNN的一个skript 这个已经放到我们的Skript 第二是ONOS的两个application 一个是Corenex Node 另外是Corenex Network 通过这两个application 可以provisionCorenex 或者是可以实现flow 像这些东西已经都放到 这两个application 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想跟Skript 的一些builder 想做一些GoTo 你可以加一个slag 去加入这个slag 然后直接跟我们构成 但是你必须得用英文 不能用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 Anyway 谢谢大家 听我的演讲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 我底下问李健 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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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简报的人丢吗 因为是那个影片的部分 哦 是吗 那影片满 对 现在这个 现在还是开发版本 我们打算 把这个 用这个underlay的一些 全部都整合起来 这样的话 underlay overlay 然后直接可以在3D屋层 就可以显现 我如果有机会以后 直接到台湾再做一个讲述吧 OK OK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你们这一套箱 目前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它上面 跑的work loss 跑什么 OK 这个问题好 所以 我现在没有 就做commercial 这个Sona 系统的这个项目 因为这个现在还属于 开发质量 但是Sona已经是 放到我们的 然后它现在上面跑的work loss 有很多 但是 我们不能就是 基于 基于这个基因 我们不能透过很多东西 我们 目前跑的这个work loss 中 一个就是VDPI 的一个work loss 就Ventral DPI OK 该场有没有问题 来 我想问一下 就是 我之前有比较中说 资源 SILV 对 那是现在的部分 有部分 上面的档片也可以 支援SILV 是不是 诶 今天是这样子 就是 这边有听众想问说 你刚好提到说 Sona的CMI 有支援SILV 那 现在的话 是已经有失识了吗 还是 就是说它 SILV OK SILV SILV Virtual Function 对吧 然后就是 我 我如果理解清楚的话 它就是 直接 就是 pass入 它的traffic 直接到这个SILV 的VF 是 所以你们像 Sona CMI 像是有Support 这样子的功能 就是一个Pod 可以让它去使用 SILV 的 就是 用SILV 的VF 的 功能 目前为止 我们全部都是 基于OES 所以 我们现在 目前是不考虑 这样的Use Case 但是 但是 这个第一点就是 如果你使用 Intel的Motors 像这样的一个 基于Prox的一些CNN 你直接可以 把这个SonaCNI 和SILVCNN 都放到这个 就都整合到 Motors的CNN 上 也可以实现的 但是 那SonaCNN 本身不是Proxy CNN 所以 我的答案就是 现在是不支持 这样子 你们未来会 真的 那 就是说你们未来会 针对这种 拖网卡 会有支持这样子的 就 Lessbukas 或是其他家的 VFCNN 对啊 对啊 我们现在是 我们现在 研发检查 我们现在在 试着整合 这个SonaCNN 现在到Motors 因为我们也必须 支持这个 Motors 这样的功能 所以 我们还是很想 使用这个Motors 来实现 这样 然後另外再用Marcus來進行操作 你也知道這個Cubonetis 它這個機器本身不支持Monting的飛行對吧 Cubonet它只會要用CNN一次 就是僅僅靠一次 所以如果你要OPS在實現的話 我們必須在OI再做一些 但是我們還是致力於使用 或是以現有的一些擴動 我們不想再做一些類似的開發 所以就是 然後在我們的Temple環境下 一般都是使用這個加速模式 所以一般會使用PCI-Cancel 或者是SRV-Cancel 或者是TBD 可以像這樣的三個模式會會用 在會用的情況是比較常見的 所以一般只有Monting之外 就直接可以很容易的實現像這樣的 就是三個模式聯合的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打算使用CNN Water 不是也就是 用CNN來做所有的這些 這個價值的一些整理 好 好 那我們很高興可以邀請到以前來這邊來演講 那 感謝我們股長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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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